古聖先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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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書不對 馬子老師講的 還不行 你們還可以參看其他的著本 其他的著家 當然 經典就能解決一切的問題 而不能這麼講 他能夠解決 他最適合解決的問題 尤其是屬於這個做人處事方面 這個問題 那 現代人 有些現代人的 一些特別的需求 譬如說 諸位要適應現代生活 諸位也要懂得很多西方的道理 這個古書 尤其是 科學 理性分析 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是西方人所藏 照古人 聖息天 天 天 是無手不包的 聖息天 所以是聖息天 弦兮盛 士兮賢 聖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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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無手不包 學友 是 聖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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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的好處 感覺到,並沒有問題 萬往恰好是互補 他們所藏的,我們並不見得好 我們藏的,他們不見得好 博大胸襟 一人裡的智慧深 第二 古人 經典 古人 中華古經典 善用經典的智慧 中華古經典 這些智慧 要怎麼在現代裡做適當的運用 既要聰明的用 也要懂得 擴大吸收 儒學的本領 儒學像海綿 他不是一種宗教 他是一種做人處事的一種智慧 對於人生 對於宇宙 天地萬物 如何去面對的一種智慧 所以這個智慧 他可以像海綿一樣的去吸收很多新的事物 這才是他最高明的地方 如果只是說 一番固定不變的道理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因應 這個時代不斷的變化 他幾千年了 就是要能夠因應各種的挑戰變化 其實中國歷史上變化是很大的 從封建到郡縣 是很大的變化 然後 唐以前跟宋以後的社會 政治差很大的 之後還亡了幾支國 他一路都能夠挺過來 這個事情不簡單 這個事情不簡單 今天已到了民國 也到了中西教會 要如何面對新局 陳基德 陳無為基 散樂 成 成 禪 智樂 成 成 成 神 這兩章 所謂,有特別安那個心 張南軒 無所謂而為的,才是天理 張南軒 無所謂而為的,才是天理 成,是無為的 無所謂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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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 有一個標的 有一個方向 成 全體 名字 詩 無所謂為 赵南軒 吼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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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不畏 是很容易受我們個人的,這種有限的,這種思量、計較所影響。 天給我們的,本然之性的,他的那一個完整。 我們的心,要時時刻刻的,保持的,那樣子的一個安靜的。 不要掀起一個念頭,掀起一個計畫,掀起一個安排的狀態。 然後,碰到事情,你的那一個第一反應裡頭。 如果,你原來的心理的狀態非常好,那你的反應通常就會相當良好。 而,如果,萬一你的反應出了什麼問題的話呢? 你的本心本性,會告訴你,會提醒你,讓你知道說,這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所以,我上次特別跟大家講,這個是我們修養功夫的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地方。 我們要變化氣質,關鍵的功夫在這裡做。 此時時時時刻刻,要讓我們的心。 事經沒來的時候,要維持在一種安靜、無為的狀態。 這個可以對應到最後一章。 心要定。 心要定。 心定的時候,事情一來,你的第一反應,才會是比較好的。 萬一有不好,你心會知道。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善知悟,疑知悟 e 欄変更更多。 常譂不知義後的心得 expectations。 你不願意回憶,現在 splash,你ุ情 Ley、方法和歷史,發展得的。 Vet OF Online 最完滿的狀態 大哉前緣萬物之始,前道變化,各正心靈 成者,聖人之本 大哉前緣萬物之始,前道變化,各正心靈 大哉前緣萬物 生機一來 各式各樣子的百惠草木、動植飛肘 都從那樣一個源泉滾滾的地方生法出來 聖人是要法著一個天地的生生之意 希望我們的心靈也回到那樣的狀態 這是一個人生最完滿的狀態 可是我們人因為我們一旦成長了 我們每個人的家庭 我們的成長 我們的背景 都會讓我們受到很多的限制 慢慢定型 一屋子人 一屋子人的個性都不一樣 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短處 我們再也不是那樣子 擁有那樣子無限的可能性 跟最高的敏感度 的狀態 聖法天 我們要學習天地的那樣無限的可能性 諸位說 這怎麼可能做得到 確實很難做得到 確實很難 從古到今 真正的聖人 古人真本認為 只有一個孔子 其他人呢 層次都一層一層下來 為什麼呢 當然諸位也可以挑戰這個講法 諸位一定說 不能夠懷疑 不能夠懷疑 只是說 奇怪 孔子講的道理 在當時就引起這麼巨大的共鳴 然後呢 他過世之後呢 經過百家的挑戰 有先是有墨家 然後有明家 有道家 有法家 有農家 有宗恆家 各家都在挑戰 大家都在挑戰 你家要講法 那秦始皇也不信這個玩意兒 漢高祖也不信這個事情 奇怪 經過幾百年之後 大家好像還是覺得他講得對 那漢朝完了之後 有佛家也有道家 諸位置南北朝 慢慢是個佛老聖心的時候 隨唐人 對於孔子的道理 沒有那麼尊信的 更尊信的是 這個佛家的道理 所以韓玉有這個見佛無表 就是 舉朝若狂 相信這個佛 人心大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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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很多人開始講儒家 大災前緣萬物之始 大災前緣萬物之始 來自於他透過身上所實踐的 是一些非常根本的東西 他的七十二弟子 各個不同 本領都不一樣 有的本領很高的 很多人佩服子貢 還在孔子之上 孔子之上 相信孔子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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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人傳幾天 看人傳幾年 看人傳兩千五百年 這個不容易的事情 要有聖人那樣的德性 很困難 但是我們學習他 會有什麼樣子 對我們的幫助 超越我們現有的問題 現有的限制 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問題 我來學儒學 其實也是 當然是因為我自己人生有很多的困擾 有很多的問題 我來學 他幫助我解決了我許許多多的問題 因此我到今天還很樂意來講 很願意來講 那是我的心得 諸位來學 也會有心得 可能有些不同的心得 夫子之道如天 諸位 人會太有心得 之外 人會太不中也在 身體 成者,聖人之本。 德愛曰人,疑曰義,禮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德愛曰人,得愛曰人。 德愛曰人,有德性的愛曰人。 有德性的愛 《Wuthering Heights》 《袍梟山莊》 《袍梟山莊》 《遍梟山莊》 《衛棟梟山莊》 《結婚》 《繪梟山莊》 《藍梟山莊》 《西德平》 《西德平時》 大家覺得,世界上只有一個人能夠懂得他,能夠體會他。 他不惜做盡一切的可怕的事情,乃至於犧牲自己的親人子女。 《少年維特》的《煩惱》,也是一個有名的作品。 德愛曰人,這個不能叫德愛。 《無所謂而為》 《無所謂而為》 五輪的情感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比較容易接近 添手 圖 主席 西歐、北美 已經走在我們前面 證明了這一點 這個往往不是一種得愛 但是 那我因此放棄愛情 這也不行 因為這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主流 你要不重視愛情 也會出問題 這個問題還滿深的 也會出問題 也不能不重視愛情 但是不宜那樣重視過了頭 先簡單地這麼說 哎呀 這個是麻煩的事情 這是現代的麻煩的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太吸引人、太動人 你不管他也不行 管他 也出問題 所以要怎麼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 這個是個大麻煩的事情 這個不是三葉洋語 能夠講到的 所以最好是 兩個人都能夠懂得如何修養 光憑愛情恐怕不太行 諸位 諸位不要相信 不要太去盲目地相信那種 天造地設的 那個為我而我配的 那個對象 要希望碰到那個人 我的真命天子 我的真命伴侶 來解決偉切人生的問題 一定還是要有修養 可是也不要激烈反觀 那我就差不多 找了一個人 就娶了就嫁了 今天社會也不行 還是要有相當愛情的基礎 這個事情還是要有一個適當的 恐怕還是一個中庸之道 這個三葉洋語 很難在自己講清楚 我這一輩在這個裡頭 歷練有很多 除了問題也不少 坦白跟周圍講 你 你 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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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德性的愛,這個愛能夠長久。 是一種得愛,那是一種如天般的一種最大的包容性的仁愛。 那是一種藝跟一,那是一種藝跟一。 與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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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也沒有標準可言,理也沒有標準可言,意也沒有標準可言。 我參與這個遊戲時,我不見得遵從這個規則。 《根》動搖了,整個我們自己文化的《根》動搖了,從新文化運動以來,這就動搖了。 《根》就是孔子講的《人》。 《人》先是起於兩個人,一個人對於其他人的,然後擴及於這一個對於天地萬物的。 人與人之間的,然後是人對天地萬物的,都有的一種得愛。 這人天生的,為什麼天生的呢? 因為小孩子如果不是這樣被養大的話,他就沒有辦法具有一個,第一,他長不大。 父母親如果不愛他的話,不給他適當的照顧的話,第一,他長不大。 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 需要三年的照顧。 需要三年的照顧。 � sigu haters ヒ leased niet 把 殺人 二十 五個月 尼 二十五個月 灌溉滋養 這個問題很深 這個足夠 什麼叫足夠呢? 這個也不是三億人也能講清楚 但就我個人的經驗 當人生問題也肯定有其他來源 或碰到一些最困難、最麻煩的例子 往往都是這樣 他人格基本上就是非常不穩定 永遠在不安 永遠在一種 找不到自己生命的定位 這個上面 飄泊來飄泊去 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 一個人 一旦 只要能夠對其他的人 有感情 對萬惟有感情 他自然就會要做事情的時候 就會要照顧到其他的人 乃至於其他的事物的需求 跟感受 這就有所謂的義 就有所謂的理 那以至於就有所謂的是非 那以至於就有所謂的是非了 因為 你做的事情 如果傷害到別人 影響到別人 你心裡難過 你心裡也覺得不安 你至少會不安 因此 這就有所謂的事不適宜 有所謂的事不適宜 有所謂的事不適宜 有所謂的理 通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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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焉,安焉,之謂順,覆焉,執焉,之謂賢。 不思而得不免而終的,不特別,不思而得不免而終的。 信焉,安焉。 我們做不到了,覆焉,之焉。 我們作為了,覆蓉。 我們要回到自己的那種安靜的狀態。 我心裡不安靜。 你盡量讓自己的心,能夠安定下來。 你就會比較好一些。 功夫用得越久,心裡越容易安靜。 我們人都容易常常有一些。 你做不對了,不安。 不安有時候回不來,怎麼辦呢? 越來越不安。 你讓自己定下來。 要能夠更止。 先停住,先停住。 慢一點,慢一點,慢一點,慢一點。 不要在那裡不安,才硬的頭往前衝。 明明自己很緊張了。 明明很不對。 但是硬的頭皮。 因為事情,見在學上,不得不犯。 行事如此。 我一路稱到底。 不管內在的焦慮,外人的批評。 這樣不太行。 覆焉,直焉,之謂邪。 一定要不斷地回到那一個成體。 成無為。 本心的。 那一個靈明的。 安靜的。 純靜的。 那樣的狀態。 入侵法。 不可負。 發爲不可見。 聰粹不可窮之謂神。 發爲不可見。 從那個最微妙的地方發出。 發爲不可見。 發爲不可見。 出發的地方是非常微妙的。 心愈安靜,愈敏感,愈感受到自己,一點點不對,立刻就能調。 從舟不可窮之為水。 從舟不可窮之為水。 聖,疾然不動者,成也。 聖,疾然不動者,成也。 從一個人的,一個天生靈明的,那樣子一種本然的本性。 性如寶珠。 本性如寶珠,落在這個混沌的水裡頭,才施了他的光子。 性如寶珠,落在這個混沌的水裡頭,掩去他的光子。 精神的,一種生物性,又是神的。 …… 寶珠,打人的心,還不通學,是不理由。 在這種神之為,他在整個男生靜,是不理由。 原定是要知心,與混沌人之姓。 靜姓,於是人自習俗俗俗俗俗上超人就。 是在一組織。 克魯帕特經 互助性很高 愈來愈相信有此 本性如寶珠 晶瑩剔透 就在我們的內心深處 智慧 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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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文明 是個很奇妙的東西 錯是錯,對是對 這是真 善 真是稀有物品 一旦真的能夠碰到的時候 感動得不得了 渴望得很 渴望得很 乃至於 情感的最深處就是希望這個東西 希望有人無條件地接受我 認可我 如果沒有人無條件地接受你認可我 其實 就會像我剛剛跟諸位說的 我很多那些 性格上 或者人生上有最麻煩 是 沒有得到父母從小對他的一種 無條件地認可 你可以打可以罵 沒有關係 教訓小孩子 重點是說 傳統上 其實父母對於小孩子有一種 無條件地接受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你就是我的兒女 到最後我絕對挺你 就是這麼回事 現代父母越來越麻煩 他有很多自己的那個 想法 向往 追求 這個 毛病越來越多 人越來越複雜 現在人越來越多 那種 從小以來 沒有能夠得到父母那種 無條件的那種 認可跟接受 人格上都會出嚴重的問題 就我所了解 這個問題很麻煩 所以父母對於子女 一定要有能夠無條件 最終極的 不是說什麼事情 做不好了 拿棍子打教訓 這都可以的 但到最後 你就是我的兒女 孩子 這個讓他生命的本質 受到肯定 那有一個這個事情的對立面 這個人非常有名 就是存在主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大師 叫做卡夫卡 你們去讀讀卡夫卡的作品 他就是從小被父親 否定他的 這一個基本的 價值跟性格跟種種 痛苦不堪 最後 到什麼程度呢 他說 我願意接受那種 分分秒秒 永無止息的酷刑 來證明我自己的存在 所以 人失去自己的存在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非常痛苦的事情 從來沒有人真心地愛過我 從來沒有人真心地愛這個土地 愛我們這群人 無條件的 至少在最後的那一刻來肯定我 海角七號 美人 人對於那種最深刻的 真、善、愛、美 臨時上最深的、最大的一個問題 到群體的生命 卻仍有一種靈民之性 創意,所謂的事物都有關係 那 那 ここ 我請大家 慢慢體會 我舉個例子 我講的方式 不見得很 恰白 我請大家體會 有這麼一個如寶珠般的靈民的本性,在於我們內在的身處。 寶珠之爭 人性 疾然不動者,臣也 疾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臣也。 疾然不 Bil 。 動而未形,有吾之間者,臣也。 成名之體,無從無下功夫,亦只能涵養。 成金,故名,成到金,故名,成到金處,故名,成到金處,故名。 神應故妙。 機為故憂。 我這個念頭,到底扪心之問,我自己安不安嗎? 這個層次會,越來越深的。 剛開始,我們對自己的要求都淺。 我也不是要諸位於不登天,都承認這個聖人。 你會希望自己能夠更上層樓。 你會要求越來越深,標準會越來越高。 你會越來越高,你不是很動武不然,你會越來越覺得一種光明跟喜樂。 道也不能厭苗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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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也不能忘掉這個東西。 道也不能亭苗助長, 道也不能亭苗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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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也能亭苗助長啦。 《聖言》